- 股市梦想家带你当你家 大家好 我是孟晨 欢迎收看股市梦想家的节目 今天价钱股价指数再跌了124点 来到了13,300点 虽然是一个下跌的格局 但是你可以发现到说 今天的结构上面有点不太相同 因为指数是跌的 可是涨停板的加速 已经从过去的将近零加 慢慢的已经拉升到了17加左右 跌停板的加速 也慢慢的限缩下来了 上个礼拜最高跌停板加速 有到30几加 但是现在大概就只有剩一两加左右 所以指数在下跌 但是个股之间 已经慢慢的恢复了 它的活力出来了 这就是股票市场不变的一个真理 盛级而衰自然脾级它会太来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指数 来去做股票 我们一定要了解 行情涨跌的过程当中 是什么样的因素来影响到它 我还记得在上个月的时候 我一直跟大家提醒过 股票市场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大家忘记风险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每一次当行情大涨 我还记得8月26号那一天 我就画了这张图给大家 说反弹的满足区到了 那你反弹满足区到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你是要恐慌的 你是要觉得悲观的 因为来到大涨的满足区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呢 你还在追股票 向上的空间有限回档的压力 自然会大增 所以在15200点之上 其实呢 洪老师的心态上面 是偏向保守 但是现在呢 当你指数跌了2000多点下来 包括我们国家 很多的政府机关 金融的监理单位 都已经开始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 也要开始积极的去做护盘 那当然过去这个护盘 都是由国安基金来做一个负责 但是呢 你如果说国安基金 一个人的武林 我积极的去做护盘 你没有其他的相关单位 来去做协助的话 他那个护盘的效果 本来就是会有限的 所以当时我就跟大家谈 为什么即使在国安基金 护盘底下 我们还是要去拉高现金 甚至我还讲出一句话嘛 我说不要浪费 国安基金的美意啊 你要趁着行情涨了1000多点 反弹上来1000多点的时候 赶快呢 把你的资金收回来啊 因为你只有靠国安基金 绝对撑不住了 但是一直到昨天终于 包括了金管会 他开始出手了 包括了央行的部分 我也看到他已经开始明确表态了 那这两个单位再配合国安基金 来去做一个护盘的动作 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哦 他会完全的展现这个护盘的力道出来 所以我们要看政策面 他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调整 首先呢金管会礼拜五的时候 他开始怎样 调降盘中借券卖出的总量是两成以下 那金管会的旧事措施 其实有18套的一个剧本 就18套的剧本 当然你说要到就是所谓的调降证交税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 可是呢 他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来去做一个实施 来去做一个护盘的一个动作 他如果不到一个极限的位置 基本上他也不需要出到那么狠的招 那现在呢 他把这个所谓的借券卖出总量 调降掉两成以下 代表说未来啊 整个外资他在借券的 这个卖出的金额上面 他会减少的非常多 他会开始慢慢的减少下来 会不会有效果 我觉得短期之内 他是很难产生效果的 但是就长期来讲 当你的外资借券的数量 开始减少了 你能够放空的股票开始变少了 你的卖压开始减轻下来 这个时候再搭配谁 搭配国安基金来去做护盘 那个效果就会整个展现出来了 他就会整个发挥 他应该有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阶点上面 金管会跟所谓的国安基金 开始互相的搭配的时候 已经会有一些成效出来 那最重要的是这一件事情 我一直在跟大家讨论就是新台币 为什么要讲新台币 因为新台币代表外资的想法 它代表外资的动向 当新台币呢开始去贬值 一直往贬值的方向去走 那是不是意味着一件事情 外资一直疯狂的在卖股票 可是当央行现在也告诉你 央行现在估第四季 它会贬值到31.92 那也就是说央行会有一个极限 它会有一个底线给你 告诉你 你现在不要太夸张 你到这个位阶点上面 适可额止就好了 你就好好的在这个位阶点上面 不要太过于激动 你不要再想说 我还要再贬到哪边去 那我央行设了一个底线在那边 那外资呢 它也要给予尊重 它一定要尊重央行的一个想法 所以当时央行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说新台币当时在31.7 那你31.7到31.92 其实距离怎样 也不远啊 它也没有太多啊 所以当你越靠近那个31.92的天险关卡的时候 新台币反而有扁开始转升了 对不对 开始进行升值啦 所以呢 当新台币都已经扁到一个高档压力区的时候 外资看到这件事情 外资知道31.92是央行想要去户的地方 那外资会不会给予 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现在再去卖汇 会不会损失未来新台币升值的一个机会 那如果说外资现在他已经不再买美金了 他现在呢要留新台币的时候 那对于股市的卖压是不是会有一个减轻的效果 所以你从央行的角度来看 从整个金管会的角度来看 再从国安基金护盘的角度来看 其实三大机关大家联手在一起 做护盘的动作的时候 行情呢会慢慢的慢慢的展现他的机会点 甚至展现他多头反攻的力道 但是我也不能说 今天行情马上要走一个V型反转 我也认为不太可能 但是基本上来到这个位阶 价值面它已经浮现出来了嘛 当它开始浮现出来的时候 转折讯号要看什么指标 很简单哦 这是我今天新做的一张图 跟大家分析一下 现在呢你看台股的位阶点上面来讲 最重要的在这两天的时间 虽然这两天还是在破底创下新低 但是呢你要留意哦 不是它的低点位置 而是它的高点的地方 当我呢两日高点能够顺利的突破上去 一旦突破之后 它会往缺口跟月线的反压 来去做一个挑战 它会来去做一个挑战 所以来到这个位阶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反转的力道它会很强 那你就要注意了 什么样的股票你要买 但是什么样的股票 你要去做一个调节 就算我今天告诉你说 老师不再看得那么悲观 但我也不是告诉你 每一档股票它都会涨 因为 同样的东西都没同筛乎嘛 同样的一个台股里面 每一个族群它所在的位阶都不相同 它未来的产业趋势它都不相同 那你的产业趋势你要把它区分开来 有一些是从底部开始成长的 有一些是从高档开始往下的 这个呢它们不会受到所谓的大盘影响 它们受到的是本身的产业面影响 所以你要怎么去做区分 当然你就要看整个技术面 它所告诉你的一些讯号 包括我当时跟大家谈 8月31号的时候 生计类股乖离太大 它要进行收敛嘛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位阶点上面 你去买的生计股 向上空间有限 回挡的压力很大 因为我光这个价差收链 乖离这么大的情况下 我光价差收链就已经高达将近快12% 12%我讲的是指数 不是个股 因为指数跌12% 个股绝对更多 它绝对更多 所以我说你在那个位阶点上面 不要去追生计股 你要去看 在抵挡 低档准备要起涨的标的 所以当生计族群有压力 我们一定要散开 后面也验证了洪老师的看法 乖离太大开始进行收敛 收敛完之后 我说最后的 你的最后卖点在哪里 反弹上来的反弹压力区 那你反弹压力区 一旦到了 你这个地方不出 那拍谁哦 后面的空间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算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帮你抓 那你就看哦 即使行情在反弹的过程 你会发现 为什么生计指数 一路的破底 一路的往下创新低 因为真正的高档区 它已经来了嘛 反弹来到反弹的压力区 有没有 向上空间有限回档的空间 它就会很大 所以我说 生计股为什么会涨 它又为什么会跌 最主要的原因 来自于一档股票 它要解盲嘛 6550的北极星药业 当时全市场每一个老师 大家都说 你看我有买北极星 你看我们是不是用北极星药业赚了多钱 真的吗 我是不晓得啦 但是重点是 如果你在高档没有去做调节的动作 如果你当时在解盲的时候 你才去买它 那你现在所得到的 反而不是利润 你反而是得到了一大堆的风险 那我当时我跟大家聊 我说北极星药业 这种星药解盲 在一个指数过热的情况下 就算它解盲成功 它顶多就两根涨停板 可是如果它解盲失败 它解盲失败 叫做无限量的跌停 那你说你在这个位阶点上面 你去买它 甚至你去买任何一个生计股 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时间 因为当你一旦 好北极星药业 它是现在全市场关注的焦点 那解盲成功了 OK两根涨停板 对不对 650北极星药业 一根两根 第二根还没有涨停 8%而已 8%之后 棒棒棒棒棒棒 到今天还在创新低 你知道吗 光这样子的波段的 这样子几天的时间而已 它就已经跌了将近快60% 连续快要6天的跌停板 那我回过头去想 我说好 现在生计类股的最重要的一颗 明日之星 它都已经走落了 那你更不用想说 其他的标的它会好到哪里去 因为军心涣散了 因为整个族群都已经乱掉了 当你乱掉的时候 你这些所谓的生计族群 以前怎么上去了 未来它就要怎么回来 这就是关于太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说 包括今天有没有 跌幅最重的像合一 你的老师现在也不敢讲了 对不对 为什么不讲了 因为它跌了 中天今天也是一样 4128中天今天也跌了将近快6% 4162的事情 今天盘中差一点点 要来到跌停板 创新低了 所以我说买股票 你要懂得风险跟利润之间的平衡 当你知道说 就整个指数的角度而言 它就已经过了 那我现在连指数 它都要翻为空方 你在那个位阶点上面 你的老师叫你去买这些 那你的风险要自己单 它可以不再讲这些股票 它可以换其他的股票来讲 但是你的股票是不是都卡在这里了 你的老师在叫新的没有钱买了 所以你的资金要有效率的运用 那我才会一直跟大家聊 这就是股票市场里面不变的真理 不论是指数还是个股它都一样 盛级额衰自然脾级它会带来 那重点是你要买的 不是盛级额衰的股票 你要买的叫做脾级泰来的机会 所以生计类股 它就是属于盛级额衰 可是同样的也有脾级泰来的 那什么样的标的 什么样的族群叫做脾级泰来 待会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再讲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R27525868 27525868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 股市梦想家的节目现场 那刚跟大家聊 就是说就指数的角度而言 它未来如果突破两日高点 它是有机会去挑战所谓的 缺口压力跟月线的反压 所以就整个技术分析来讲 我们一定要把它区分成为 短线的转折 波段的转折 甚至长线的转折 来去做一个观察 那短线的转折 你就看两天 你就看这两日高点 能不能去做一个突破 能不能去做一个改变 当你一旦改变了 这个位置会有很多的股票 会有很多新的资金 它会进来共襄胜举 但是呢 就算有新的资金会回来 就算有新的标的 它会起涨 但是你要留意 什么股票 它是有风险的 比如像说 我刚刚跟大家聊的生计股 像我在跟大家谈 生计股的时候 很多市场上的专家 每一个人都告诉你 生计的未来有多好 它有多棒 但是现在还有人在谈吗 没有啦 就洪老师一直在跟你讲说 为什么我当时会看坏生计股的原因 我希望说你们可以从这些节目当中 从我所分析的内容当中 去学习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 因为只有保护自己 你才能在股票市场里面 长长久久 而且取得一个长期稳健的报酬率 看得更宽 想得更远 你才会得到的更多 你才会得到的更多 所以同样的 居然股票市场 它就是一个循环 盛级而衰 脾级自然会有泰来 那什么样的股票 叫做脾级泰来 那就是大家现在骂最凶的 每一个人最讨厌的 那种看到那种股票 你都会觉得 这种股票怎么烂到一个不行的 这个反而是我觉得很有兴趣的 我觉得是有意思的股票 比如像说2330台积电好了 今天破底在创新低 对不对 我相信这样子跌 一定每一个人都会骂 大家把它当成落水狗在打 每一个人就是照三餐去念它 说它多烂它多不好 那我也讲 我说台积电再怎么烂 好了上个礼拜它顶多跌7% 对不对 那你看哦 你大家觉得很棒的股票 光上个礼拜它这样跌下来 跌了将近快50% 将近快50% 那你说台积电很烂 结果它跌得比北极星少 那你所谓的好股票 反而最近跌的是最凶的不是吗 所以我说好的股票跟差的股票 我们要懂得去做区分 不是它今天跌就一定不好 不是说它今天涨就一定是好的 盛级额衰 匹级自然会做泰来 那我说台积电它也是台积电嘛 它未来它一样会维持它的成长力道啊 那如果说你现在不买 你等到未来涨到600块钱 整到700块钱 再来问我的时候 那股价都已经跑掉了 还能怎么办 对不对 低的时候不敢买 高的才想去追啊 很多投资朋友都是追在那个600多块钱的位置 现在才会 抹股在烧嘛 现在才有问题发生嘛 所以呢低档买股票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风险最小 而且获利它是最为可观的 那居然台积电 它未来还会维持成长 我也跟大家聊过 我说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它不会做改变 简单来说 因为台积电呢 未来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产业 它会使用大量的晶片 这个产业叫做汽车 所谓的汽车半导体的工业 那以前啊 车用它是属于那种机械化的产品 所以里面用到高科技的材料 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但是这两年开始出现一个改变 因为很多的车子都往电动车走啊 都往自驾车去发展啊 甚至智能车也越来越多了嘛 所以一台车子里面 它半导体所占的成本 已经越来越高 甚至呢 每年都以10%的速度 往上去做增长 所以呢 在这个所谓的半导体 国际论坛的时候 有一位 这个是台积电的这个 车用级晶片专的这个处长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未来的车用市场 可以从2021年的410亿元 成长是2026年的850亿元 也就是说成长一倍有余嘛 成长一倍哦 年复合成长率16% 台积电内部预估什么 2030年可以达到1350亿美金 而且这个市场规模 会远远超于谁 超过智慧型手机 所以原本的市场 叫做智慧型手机 它所用的 所用的这些晶片 数量是最大的 可是未来呢 未来的市场叫做什么 叫做车用电子的市场啊 那你车用电子市场 一旦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你想想看哦 从原本的400亿元 成长到1300多亿 那个规模啊 等于说我原本只有多少钱 400多亿成长成长了三倍多耶 那你成长三倍多 你不从今年开始去建产呢 你要等什么时候 一定从现在开始做嘛 所以我说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它是不可能改变的啦 甚至呢 明年还会持续的超过400亿元美金嘛 那你400亿元美金 很多的厂商 本土的厂商 它会因此而吃香喝辣嘛 所以包括了 我之前跟大家聊过的 3680的加登啊 UV光照盒出货非常的强啊 那你说 加登最近大盘跌成这样 它有怎么样吗 它不就在月仙附近做震荡整理 料缩回档 未来会怎么样 继续涨啊 它会继续涨啊 那包括呢 6438的迅德 自动化机台设备厂商 加登跟迅德合作 未来要抢攻台积电 未来所有自动化设备的商机嘛 UV的光照储存盒 都是自动化的 它未来要做这个所谓的 光照储存盒的储存装置 要跟迅德合作 那你觉得呢 以它今年的获利来讲 去年的获利来说 一年赚了10块钱 上半年赚了将近快5块 8月营收创新高 那你不觉得这种公司 它叫做低估吗 股价呢 80几块钱 太便宜了吧 量缩回来 资金呢 它也没有离开啊 原本这些大量去买的人 它也没有走嘛 那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啊 我曾经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获利了结一趟 我拉回 我要再下去做布局 因为太便宜了 真的太便宜了 甚至呢 滑井电的部分 台积电微污染防治设备 未来3奈米一定会用到的东西 金流比从400跳升到200 有人偷买对不对 有人偷买就变怎样 创新高上来啦 那这种股票 大盘是这样走喔 然后呢 滑井电是这样上去喔 甚至大盘都破线 破到哪里去了 它的月线还是上扬的 谁在偷买 谁完全不会害怕行情的下跌 谁完全不会害怕指数的下跌 一直在买这一档股票 他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你不知道的未来嘛 所以我说台积电的成长性 无庸置疑 讲实在的 只是说很多市场上的专家不屑啊 但你不屑你盘你的资金 放在所谓的生计类股 真的有比较好吗 还是说你赔的更多啊 所以呢 股票市场的操作 你要看得更宽 你要想得更远 你才会得到的更多嘛 所以我说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 还是一样啊 成长还是维持着 这叫做匹级自然会有泰来 机会点就在这种时候 它会发生 另外呢包括航空类股 我认为它也是一个 匹级泰来的机会耶 你看喔这25年来 我们台湾航空业的产值 成长了多少倍 成长了8倍多 那这两年因为疫情加737MAS 所以呢产值才大幅的下滑嘛 但是这两个问题 都已经快要结束啦 是不是都快结束了 所以包括达美航空 为什么要买1000架 100架的所谓波音737MAS 华航也砸了1400亿 又买16架波音787耶 那以前大家最看不起的 觉得以前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 这个航太族群是不是机会又来了 所以包括长龙航太 它要申请上市 那当它申请上市的时候 对于长龙航来讲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利夺 所以有一些个股 比如说5009龙刚好了 大盘都已经摔成这样 为什么它在这个地方 去做一个震荡整理 那我震荡整理完之后 未来呢 大盘还没有上到月线 它已经先上去了 连获利已经赚了 上半年赚了两块钱 股价真的相当的低估 所以股票市场的原理 盛极而衰 脾极太来 有一些新的脾极太来的股票 正在等着你 你要看得更宽 你要想得更远 你才会得到的更多 真的不晓得怎么操作的 欢迎广告时间拨通电话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